阴阳两虚 肝肾亏虚 七味重要 阴阳共济 肝肾同调 交通心肾 大家好 我是沈医生 阴阳两虚 肝肾亏虚 该怎么补呢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肝肾同调 阴阳共济 交通心肾的方子 大家快来了解一下吧 中医上讲 阴阳二者相互制约 相互滋生 若阴虚久了 则会损伤阳气 阳虚久了 则会损伤阴气 也就是说阳顺基因 阴顺基阳 而阳气就好比太阳 给我们身体带来温暖 一旦体内阳气不足 就会出现手脚冰凉 胃寒怕冷 而且还不能吃一些寒凉的食物 不然就会出现腹泻的现象 而阴虚者体内就好比干涸的大地 寸草不生 而它主要因为体内阴液不足 无法滋润我们的身体 从而出现一些病理现象 比如说经常感觉口干舌燥 五心反热 倒汗失眠等 总的来说阳虚怕冷 阴虚怕热 那如果既怕冷又怕热的这种情况 那就是阴阳两虚了 如果你有这种情况 那不妨参考下面这个方子 既可干肾同条 阴阳双补 又能交通心肾 该方是由陆胶胶 陆胶霜 补孤枝等七位中药组成 名为斑龙耳 出自医学正传 下面我们一起来解读这个方子 首先加入陆胶胶 陆胶霜 补孤枝来温慎助阳 陆胶胶 陆胶霜 二者都是由陆胶加工而成 而陆胶则是血肉有情之品 入肝肾而经 能温补肝肾 可以养精血而易圆阳 不辜知心温偏苦可入肺肾经 它的补火助阳 强筋见期的能力 可以用于肾阳不足引起的腰气冷藤等症 然后加了补血滋阴的熟地和阴阳同条的兔丝子 熟地 胃肝性温 质地柔润 和补血滋阴一经舔遂 也被称为滋补肝肾阴血的良药 兔丝子胃肝性温 是一位平补阴阳的中药 它既可以补肾阳 又可以易经血 可用于肝肾不足所导致的目暗不明等症 最后再加入交通新肾的脖子人福灵 本知以上就是斑龙丸 是个可以有阴阳双补肝肾同条 交通新肾的好方子 对于肝肾亏须 阴阳两须所引起的 腰气冷疼 小便频繁 胃寒怕冷 体倦心烦 失眠健忘等情况有不错的效果 大家学会了吗 我是沈医生 感谢大家的观看和点赞 会员的观看会员